近来全台水情告急 在新北市即将实施公五停二计划的前夕 台北市自来水事业处推出节约用水奖励计划 提醒台北市民还是要节约用水 那我们推出的节水优惠就是说 民众如果你的用水量跟去年同期比起来 如果节省10%到20%的话 我们会打水费打95折 那20%到30%的话会打95折 然后30%以上会打85折 所以民众一方面也可以节水 然后又可以做汉堡又可以省钱 希望来透过这样的那种多省下来的水 然后我们就可以使用更长 那也可以支援新北市的时间更久 事实上自来水处从二月份起 就已经实施节水奖励方案 并且在二月份就已经有20多万户达到节水10% 所节省的水量达到了450万吨 相当可增加支援临近汉象地区八天的水量 因此不可小觑节水所发挥的成效 翡翠水库的蓄水量还有80% 那目前的用水应该是还蛮充裕的 那现在的蓄水位还比历年的平均还高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台北 我们这段时间有做官网派换 从95年启动的官网派换计划 我们换了1500公里的一个管线 所以说等于每折算下来的话 跟95年比较的话 我们每天省下40万吨的一个配水量 所以在用量减少的情况下 目前大概翡翠水库的用水是比较顾虑的 如何节约用水 自然水处提醒民众可以加装节水垫片 或是加装神水水泊器 节水程度都有不错的效果 家里的水龙头底下都有一个水算 有用一个一字旗子可以把那个水算调小 就可以节省10%的水量 大%20的水量 如果可以去买节水垫片 那装钱会很方便 自然水处评估 目前翡翠水库蓄水量还有80% 并且高于历年的平均水位 显见目前台北市占无缺水的疑虑 不过为了增长支援新北还有桃园的汉象 还是该供体时间珍惜水资源 记者刘德宇台北报导 春天就是要摆脱负担 换装BB两年最多省3300 120枚每月888 还加价换装金2000元哦 比比BB比较好 我放在这边 这不过 Cait尔 zrob 好